再跟大家道了两句 耽误点时间 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 前两天 南京大学做了一个 齐泽克的哲学思想研讨会 向线上发言 对吧 然后请齐泽克他老人家过来 也现场指导一下 这个好像他们筹备了很久了 然后结果发现一件事 因为您知道 就是这个学术研讨 你事先的发言 你是那些讲稿 你是先要提供的 对吧 那你大家看一看到底是说的是什么 然后它有一个可以的 它不是一个随意的研讨会 对吧 那它讲稿搁在这 大家看一看 也好有也好做 这边接受的人也要做一个准备 然后才能够 才能够大家聊得起来 对不对 那你这个就给提供以后一看 然后发现 哎我操 没法弄 齐泽克老人家研讨会 齐泽克就被禁研了 那个不能让你发言 那这事就办不下去了吗 大家就大家都全歇了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不是很了解这个思想 思想界这个传承脉络之物此类的 齐泽克这人呢 他是一个那个 就我哥中国叫新左派的一个学者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呢 就是说从马克思那一路走下来的 马克思你不要小看他 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这一套 那个呢 也是社会学三大 三大分支之一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这种玩意儿呢 就是 国内呢 还是把这个齐泽克的一些东西呢 当回事了 这也是一个正当 也是一个正确的这个 正确舆论导向嘛 对吧 你现在到现在为止 所以全世界除了中国这边人 还把这个马克思这牌位在这摆着 没几个地儿摆他了 甚至连朝鲜都很少摆 朝鲜人家是另立一审 他是那个金家父子嘛 对吧 这个东西呢 能够把这个马克思这套东西 还正经摆在面上 国家没几个 然后但是呢 但是每一个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国家呢 都其实没有跟马克思有任何的关系 对吧 你任何 我这个话说一句啊 就是任何一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政党 还是国家 都他妈跟马克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包括像 甚至于包括像日共 也差不多 都跟他没没什么关系 所以呢 那这些东西 你这家伙 然后呢 这个 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就发现一件事情 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你如果真的是研究马克思的 你吃透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精髓 你在这些 据说是 都是社会主义 奔着社会主义目标吧 至少走的这些国家 你就混不下去 这个是真你混不下去 你按着这走 您比如说吧 像中国 就是说 那中国比如清华 我记得是清华吧 还是北的 反正就是他研究那个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生 那觉得这个东西 我要做调查 或者怎么样 工会 诸如此类 这些东西我要做 包括他建立 做研究 写论文 这些东西一弄 结果他被抓了 您就理解这事了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中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 只要是自己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然后他还执政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真正把马克思放在心上的 而且是实行他的这种 这种理想与社会抱负的 马克思就是挂在摊上的羊头 现实就是大家摊上实际摆的这狗肉 知道吧 画皮 画皮 马克思他老人家其实也挺冤的 真的 他要是一旦是先接官而起 我估计能拿把枪把这帮傻逼全毙了 你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跟你得决斗 然后在中国这事就更有意思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执政时间长 并且说起来 现在发展还不错 对吧 肯定是说 就觉得马克思主义 我这羊头我得挂着 但是实际上现在这狗肉 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中国的话语体系也很有趣 它话语体系有一种官方专用体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还是举那例子 所谓24个字的 叫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到现在背不下来 就是说 这个体系 这个是官方专用词汇 你是不能说的 你说就是煽动颠覆国家 他说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同一套词 他只能够他说 你不能说 对吧 包括齐泽恶他老人家 他犯了两个忌讳 第一个忌讳是 要把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这小东西 包括他后来的发展这些东西的延展 那介绍给中国 对吧 然后你想啊 这个你 你这挂着羊头卖着狗肉呢 您光机千只羊过来 当场给您分解 您看这羊肉跟狗肉有什么区别 这羊体解剖学跟狗体解剖学 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事呢 他就没法玩了 你怎么能让他说话呢 第二个呢 这种官方专用词汇呀 你不能说 这种官方专用词汇和语言 你不能说 你在私下里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也不能讨论 那这些东西只能够由官方来做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只能够让官方来说 解读这些东西 你作为这种 你作为这个什么 无论你是外部专家 还是研究这个东西的人 你能够做的 在中国 您记住 研究马列的所有的这些学者 它只有一个功能 是为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者进行背书 就是说 你要从马列的这套东西里摘选 过滤歪曲出一套玩意儿来解释当时的执政者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符合自己老祖宗羊头的羊体解剖学的 对吧 哪怕它应该是条狗 它是狗体解剖学 你也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弄清楚 然后让大家以为 它就是只羊 它就是只羊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指鹿为马 这些东西 我们古人的智慧已经把东西都概括得很好了 所以呢 那奇德克为禁言 对吧 哪怕他是研究这个也要为禁言 这个是一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奇怪的 没有什么奇怪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就目前来说 就是我为什么我一直不太看好就国内的 无论是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研究 还是说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文社科呀 人文社科更不看好一点 是因为呢 人文社科这东西啊 大致来讲 那个国内基本都是瞎扯 因为它不是说不是说有红线没红线的问题 是满地都是地雷 那排的呀 就跟那个就应该叫什么 就跟那个高粱地里的高粱似的 你能够不出雷的 能够把这东西研究出来 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原来呢 还能够扛一下 我内部走这流程或者怎么样 发表或者如何研讨 那原来还能够弄一下 现在你内部都不行了 人文社科这块啊 我估计啊 基本就废了 可能您觉得人文社科这块的研究 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实际也不是这样 社会的流变是职人研究的 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需要总结的 如果你不能够去总结它 那你只能够根据老总统说什么 你就你就做什么 对吧 那欲欲乎文哉武从周 哎 你周朝那政治 你拿到后来那不是找死的吗 对不对 孔子 但是孔子说这话了 所以大家都后边都得跟着 现在是那个 马子说了那话了 对吧 然后后边呢 一堆的什么 恩子 然后列子 斯子 毛子 然后这个 现在是习子 对吧 那整个他说了这些话了 那这些东西都被成为 都成为 他原本 你知道这个东西有一特别大的差别在哪呢 就是别的人在正经八百研究科学这方面甭管你是社额还是自然科学 前人的研究或者开创它是作为一个基础存在然后让你发展 中国他妈的这些玩意儿就是是是是特别凑蛋的在哪呢 就是说前人只要一开创你后人 你都只能他就是巅峰 你不能超过他 你知道吧 然后你获得了等于你后人 你如果像像我们这个什么毛子 邓子 然后这个习子 他们一旦获得了这个世俗权利 他们的话成为新的巅峰 你就不能够有任何的研究和发展 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弄了 这你还怎么弄啊 你一个社会夸出一个伟人 他所有的东西就就成为了就成为了发展的质物 你可能吗 这肯定不是肯定不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啊 对不对 我们都能够理解你今天你你今天这个练一点 明天练一点 有一个基础在这里 然后你往上才能建高楼大厦 不是人家第一你见过建金金字塔 半空中不是先给你把这尖给你建这了吗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的这种这种理论界的这个一个水准 所有下边的东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这帽子先给你搁这了 半空中横一金字塔一三角形一尖 你怎么玩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任何情况下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哪怕是真正研究这个东西的人 你也只能够作为他们的注脚而存在 如果一旦你超越了你这个角色 你的研究 其实他们狗屁不懂 对吧 您瞧这几位 有哪位能看懂原著的 对不对 他翻译版都不一定看得懂 然后呢 那怎么办对吧 那你只能够就被禁引 对吧 马克思我这么是跟您说吧 哪怕是今天马克思接光而起 对吧 当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只有一个结果 他也会被禁引 他也会被如果他万一手里还拿成矿泉水的话 直接扑倒就送看守所了 马 马恩列斯 甚至于 甚至于咱太祖爷 今天一旦说从水晶棺里接光而起 除了把人吓一跳之外 那他一样也是这个遭遇 这个就是目前这种体系当中出现的最好玩 也是最可悲的一个现象 好 谢谢诸位 今天渡宝出境比较多 这个我也没办法 他老人家想过来跟你逆呼一下 你觉得谁能扛得住呢 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对不对 除了后刚才自己挠眼神的时候 还给我顺手挠了两下 我还得在这完全的绷着扑克脸在聊事情 但是生活就有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 所以在国外你不用担心很多事情 我可以随便说 他可以随便在这挠我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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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